我們所有的鄉親都認為說 麵不是好吃就好 我們說我們的美味是要讓我們的色香味都拒全 然後呢現在很多的鄉親民眾注重的就是 我們的食品上的安全 所以公部門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在我們傳統的市場裡面有提供這樣的一個美食區 同樣的呢也是有環保 既有養生 既有我們的環境乾淨的場所 讓所有的鄉親來買東西的時候 能夠看到我們的努力 也就是鄉親業者的努力 可以提供這麼好的一個食品 一個優勢就是在西南地區 它是一個商業的區域中心 很多的這個周遭的一個鄉鎮 包括三星、五捷、東山 甚至從蘇澳這邊過來的鄉親 他們都會以羅東鎮為消費的中心 那因為這邊不只是商業行為 其實醫療、觀光的行為 都是羅東鎮特有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在每一年的十二月 將近十五開始 都會有這樣一個年貨大體 希望所有的鄉親能夠來羅東鎮 買到最好的美食 也是最營養的美食 也是最便宜的美食 讓我來跟大家參加